青语蓝鸟,无以无身,血迹十方,助你破阵。 黎叔用自己的命救出了被十方阵封印的青语蓝鸟,以报答青语蓝鸟的救命之恩。 青语蓝鸟被封印在十方阵中千年了,千年的孤独,千年的思念,千年的委屈,千年的等待,他终究没等来自己爱的人,没等来命若出。 他破阵而出,第一句话便是叫宁若出来见我,他要问个究竟,可他等来的却是轻飘飘的一句,适者为尊。 一千年了,就等来了这么一句话,让他恨不得,放不下。 青语蓝鸟被封印 青语蓝鸟只是救了刚出生的小黎叔,那些御妖师就不分青红皂白地追捕他。 那些御妖师为首的宁若出,却喜欢上了青语蓝鸟,他们的爱情不被世人认可。 宁若出就和青语蓝鸟隐居,宁若出的师父宁西语在游历时深顾,他偷偷回御妖谷祭拜。 之后,宁若出说想到一个办法,有一个阵法叫做十方阵,他们可以到阵中隐居,从此不再过问红尘繁杂。 宁若出承诺,待他造好十方阵,封印了青语蓝鸟之后, 他就会去阵中和他相聚,从此白头偕老。 他相信了,因为他想和他过一辈子,他心甘情愿入阵,满心欢喜等待。 可是,他等了一天,两天,一季,春去秋来,年复一年,还是没等来宁若出。 他不得不承认宁若出中是负了他。 青语蓝鸟看起来五官生媚,是红尘事项,但他内心里竟然藏着几分是寡淡。 那十方阵中,留下的是青语蓝鸟千年的不甘和爱恋。 所以,那副妖才那般疯狂,痴迷,但青语蓝鸟并未那般执着。 欲妖鼓众人说宁若出死了,他就信了,他就离开了。 宁若出死了,他爱的人死了,他并没有去追究, 只是觉得,这个世界忒无趣,便不打算掺和这人事纷争, 打算在血缘深处避世而居。 如此说,他也如此做了,肆意洒脱,淡然处之。 青语蓝鸟力量强大,也只有他才有可能与大国师抗衡。 空明和尚去找他,让他出山驻北境一臂之力,辅助长翼, 甚至退而求其次,只让他帮一次忙。 他都是拒绝的,他不愿再管人事纷争。 洛锦桑爱喝酒,这一点倒是和清姬一样, 清姬一见洛锦桑,就一见如故,两人喝了两个通宵, 清姬喜欢洛锦桑的洒脱,把他当作朋友。 为了这顿酒,清姬答应,愿意来北境于腰台帮洛锦桑一个忙。 后来,清姬兑现了承诺,帮洛锦桑把大国师从先师府引到北境来。 洒脱不是放弃,而是放下,放下不切实际的幻想, 放下无法更改的过去,行云流水,任其所知。 洛锦桑如此,清姬更是如此,所以才成为了好朋友。 纪云河的生命走到了尽头,他自由了。 弥留之际,他想起还有话没有告诉清姬。 他迷迷糊糊的,想睁开眼睛,但眼前一片白光,他什么都看不见。 是宁西语给了他力量,清姬,宁若初,十方镇,被大国师所害。 原来,当年宁若初并没有背叛他们的感情,也没有不守承诺不去陪他, 而是宁若初被大国师给欺骗了,也被大国师给杀害了。 宁若初的师兄大国师,欺骗他说,把清语蓝鸟镇压在十方镇中, 之后他可以去镇中陪他,两个人真正在一起,无视人打扰。 爱情中的人,迫切想要在一起,宁若初相信了他的师兄, 而清语蓝鸟也相信了他爱的人宁若初。 清语蓝鸟自愿入镇,宁若初完成镇压十方镇后, 就被他的师兄大国师给杀了。 他们都被算计了,清语蓝鸟再次被封印。 得知真相的清语蓝鸟离开北境,去了南方的御妖谷。 大国师因为顺德的一张脸,对顺德很是骄纵。 他给了顺德识人力量的禁术,顺德学会了将他人的双脉之力为己所用。 清语蓝鸟在御妖谷的十方镇残余阵法中待了一阵, 然后杀向仙师府。 清语蓝鸟和大国师大战,仙师府被毁, 但清语蓝鸟终究不敌大国师,被擒住了,求于攻城之中。 顺德知道了自己被大国师看中的只是一张脸, 他不甘心,但野心更大。 他想如果自己拥有大国师的双脉之力, 到时他让大国师做什么,大国师都得听他的。 可是,大国师发现了他的行径, 把他近日稀释来的的力量尽数吸了去, 并告诫他,不能太贪心。 他急了,慌了,服用了林浩清献给的恋人为妖的丹药。 要成事还得需要一个妖怪与一个御妖师的力量来献祭, 而且是需要与顺德公主本身修行的法术, 相契合的御妖师与妖怪。 顺德修的法术是五行之墓, 有人给他推荐了一个修行墓法术的御妖师, 这个人便是姬成语。 顺德想到牢笼中的青语蓝鸟, 青语蓝鸟也算是木系的妖怪。 姬成语和青语蓝鸟就变成了顺德公主的血迹品, 一命呜呼。 顺德去冰封之海时, 周身环绕着青烟, 那便是青语蓝鸟的力量。 最后在北境, 大国师林浩清, 空明和尚和常义一起密谋, 出谋划策对付顺德。 林浩清驱动阵法, 用纪云河一半的内单, 造出另一半的纪云河, 半人半腰的纪云河, 吸收了同样半人半腰的顺德的力量。 彼时顺德的力量, 是他身体消亡之后, 还没有消散的力量。 那里包括了青语蓝鸟的力量, 主要还是青语蓝鸟的力量。 纪云河吸收了力量之后, 像当初青语蓝鸟 跳入十方阵中一样, 也跳入了十方阵。 青语蓝鸟最后还是逃脱不了十方阵, 十方阵成了他最后的归宿, 而且再也没有破阵之日了。 他的力量只会像宁西语的力量一样, 慢慢地消散, 直至化为零。 只是这一次他不再苦苦等待, 不再满怀期待, 却空欢喜一场, 不再春去秋来之后满腹委屈。 这一次他是心甘情愿的, 他也为北境尽了自己的努力。 这一次他便可以去找他爱的人命弱出了, 一念放下, 万般自在。 放下那些自私的欲望和心头的恶念, 放下那些无谓的执着和顽固的偏执。 风起时, 笑看落花, 风停时, 淡看天际。 懂得放下, 生命才会更加完美, 不以德为喜, 不以师为忧, 顺其自然, 随遇而安。 这是清机得知宁若初逝世之后的做法, 宁若初是他和这个世界的唯一联系, 宁若初不在了, 他觉得自己和尘世也就没什么联系了。 佛说, 苦非苦, 乐非乐, 只是一时的执念而已。 执于一念, 将受困于一念, 一念放下, 会自在于心间。 物随心转, 静由心躁, 烦恼皆由心生。 有些人, 有些事, 是可遇不可求, 既然如此, 何不放下? 清机便是看淡此间的种种, 他选择放下, 放过自己, 也才有了血缘里隐居避世, 看云卷云书的悠然自得的女子。 放下就能悠然自得吗? 并不见得。 清雨鸾鸟被封印之前, 他是令人闻风丧胆的大妖怪。 他迫阵而出, 当初能够和他匹敌的宁若初已经辞世了, 另一个有此能力的便是大国师。 大国师是忌惮青雨鸾鸟的, 他也不敢轻举妄动。 海武德说过, 对于一个能力强劲的人来说, 无事不能为。 清雨鸾鸟正是因为他有足够强大的力量, 有足够强大的能力, 所以他想隐居才能避世。 如果他力量不够强大, 他一破阵就又被像林苍兰这些御妖师给封了, 又或者有幸避免, 也是落得到处躲避追捕的下场。 愿天下每一个女子都能像清姬一样, 外有能力洒脱, 内有放下执念的活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